国际运动领导品牌Puma 台湾标马和全球同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 有介于918强政重创花莲复理箱 因此与复理箱农会结合认购罗山有机米赠送给受灾户 今天上午台湾标马总经理于保罗率领50多名员工 在农会总干事张素华以及农会团队的协助下 共同夏天进行农地彩绘 画歌出Puma报的标志 尽社会企业责任也支持友善大地 环保永续经营的复理箱有机农产业 戴上斗笠榜榜上客家花布 台湾Puma总经理于保罗率领将近70多位的员工 在复理箱农会总干事张素华与农会理监事 农会团队干部的协助下 共同夏天进行农田彩绘 歌画出Puma报的品牌标志 有机农库生产超过20多年的水稻农 黄大哥这一次已经是第二度和农会 配合提供这亩有机水稻田来支持响应社会工艺 复理箱罗山村是全台第一个而且历史悠久的有机农业村 农会以及农民推动友善土地 永续环保的理念与台湾Puma不谋而合 台湾Puma有建于0918强震重创复理箱 因此决定发挥企业社会责任任养这一块有机水稻田 并将收成全数捐赠给守在户 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农产业这边做这样的一个结合 那也是因为918这个地震呢 我们知道复理箱这边是地震的这个重灾区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 能够进一点绵薄的企业的棉薄之力 全球首持一职的运动领导品牌Puma 重视环境生态议题 这一次首度关注有机农产业 任养复理箱农会裸山有机水稻田 肯定复理的有机农产业 地方农民与农会也都余有中烟 然后我也觉得说 今天我们的所有的企业 对我们的这些有机产业的支持 也是对我们的地球 对我们的永续环境 共奋一件非常好的一份心力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同时我也觉得说 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复理这个地区 然后你任养了我们的有机稻田 也是继续支持我们的农民 继续在绿色农业跟永续经营 有机栽培这条道路最大的一份力量 布里乡农会继之前 与欧洲知名汽车大厂合作 进行农田彩绘 行销推广在地优质的稻米后 接续和全球运动领导品牌 扑马合作 关怀受灾户推动社会公益 这一次任养将近一公顷的有机水稻田 农会也将协助收割碾制成两公斤桩 大约380包的有机米 以台湾扑马的名义捐赠给地方受灾户 记者十一玉蓝 布里乡采访报道